以立人天 我們學習去 唯不得輕手動 唯當勞來健康 大家學業見 最人儲蓄好安心 大家學業見 身體健康心安眠 大家學業見 最受感受苦心心 最受感受苦心心 大家學業見 我人儀若改造年 我人儀若改造年 滿足夠的 都扣得高 千萬萬 gender 零儘若改造年 roz衝學的機械 您儀若改造年 十二年 我們若是要開發每一個人 生生世世 要還有百分之九十的地匯 都在我們存在有到大氣空當中 要學習用役的真理 役就是我們的心 心是大無期外 生無期來 大大到幾千萬年的大 看是看到幾千萬年以前的看 這就是在我們的心中所保養的一切 生可以生到目前的動作 我們所聽到這些心的文化 心就是我們的地匯 也就是存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所以我們生生世世的地匯 是要怎麼來開發 我們只有一條路 就是學徒 大家學徒經八百六十四歲 就是我們人類地匯的根源 今天去接受我們訪問的這三位發書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員軍講師 宇西蘭農警教室 員軍講師 你好 阿彌陀佛 師姐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接著我們要來介紹就是 三重上德教室 原從法師 原從法師 你好 阿彌陀佛 你好 阿彌陀佛 各位時光深信大德 阿彌陀佛 我是上德教室 法號原從 阿彌陀佛 我們所有的法師跟學師傅來學修 廟法都是有二三十年以上了 但是師傅跟老祖師尊一直給我們開示 我們學習廟法就是要修心 修口 養靈 因為這個養靈真的很重要 這是我們人最重要的就是靈 而靈就是我們善良的心 所以說很難得我們今天 就是在我們的維新聖教 有這麼多的學員弟子跟著師傅 也跟著老祖師尊來學習廟法 但是在這裡我想請問一下原從法師 我們知道就是說用意的妙法 其實萬法不離心 凡是要取得一個忠道 但是心法的重要性跟我們的學修 要怎麼樣立己立人天呢 阿彌陀佛 師傅在我們維新中的安心法劇裡面 給我們開示 那麼萬法維新 宇宙主宰 維新世中 物則解脫 那麼維新世中 切莫遠求 離心 求道 疾名 外道 諾人世心 當下見信 所以這本 雖然是一本小小的 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那裡都很好 當你有煩惱的時候 你師傅有開示 你把它翻出來 那麼絲劇劑把它練出來 那你的煩惱就會減少 任何一頁嗎 都可以 只要你不要不測求 你隨便把它翻出來就可以 就有一個開示的妙法 對 師傅開示的妙法 而且師傅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大公無私的祈求 那一定會如你的願 是 所以說 那麼一個再來開示就是拿摩 拿摩就是代表歸一 所以你也常常念什麼 拿摩王產老祖 拿摩王產老祖 因為拿摩王產老祖它代表什麼 代表著義經 那麼義經它叫知音國 那麼然後再來是風水 風水它是創淨土 那麼佛家它是了生死 那麼儒家它是修宗術 那麼道家它修無為 還有我們包含的 那麼王產老祖也就是所有的義經 他的義經含掛了所有的百家思想 那更重要的就是一個智慧 所以你常常念 那麼王產老祖也就有智慧 有力量 有信心 而且從義經裡面 所有的一切萬聖萬法都涵蓋在義經裡面 所以我會請大家常常把這一本帶在身上 那麼甚至我以前在北陀有一個學生 他帶著他的女兒 他英文上課的時候我都會送安心法祭 結果他女兒只有小學一年級 沒有多久整個安心法祭都會背 背起來了 那背起來本來他這個師姐他是住在基隆 而且他是在那個會計師事務所當一個組長 所以那你怎麼跑到台北來呢 他說那時候因為我星期一天上課 他說星期一天上課的 對我同學說帶來 那麼因為小朋友要想 他就順便把小朋友帶來 他一般帶來的時候 結果我們大家在送微信中安心法祭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後來一直念念念 自己都會背了 我們都還是在念的之中 所以這一本也是開 也可以開挖我們的什麼智慧 所以師父所有的精探 都是開挖我們的智慧 因為此作的話 他也代表光明的電波 代表真言 代表真理 那麼都是佛菩薩他的一些妙法 所以說譬如說你們有空 你們就常常念 當你煩惱的時候 你隨便翻出來 譬如說 新人積極成功在望 心是佛祖 我心即足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心念佛 心直是佛 所以叫做萬法為心 那麼他代表宇宙主宰 因為他心大無其外 細無其內 他包容整個太息 所以你把整個虛空 裝入到你的心裡的話 那你就可以了了分泌 而且凡是用沾掛的 阿彌陀佛 我們到了很多道場 或者是到我們的一金大學 甚至到新佛寺 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結緣的書籍 其實很多 大大小小都有 可是也不要認為說最大本的 很多人就挑一挑 像我們這個安心法紀 這麼小的一本 對我們的安心很重要 因為師父說 凡事要求心安取的一個中道 但是求心安之前的安心很重要 安心法紀 你要多念誦 你真的就會達到心安的法門了 那當然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前幾天 我在我們台中道場的 功德基金會的地方 那辦公室 我遇到了一位師兄跟師姐 年紀也蠻大的 但是他們這樣流著汗 我那幾天很熱 背了一大袋 拿了一袋袋的就是艾草 我起先也不曉得那個叫艾草 因為很大一包 而且很長 這是綠的艾草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這就要來做七宝的 這就是外草 艾草 那這個 這裡面都是我們自己種的 然後我固定的時間 它可以採收的時候 我就拿來給我們做這個七宝 所以這個七宝 它的妙用無窮 那我們在各個道場 各個教室都有 如果說那是家人有不如法的 感覺說一定要用艾草 來畫草的話 都歡迎來跟法師請法來解 來請取 這是非常好的 所以提到這個七宝 我就想要請問一下 袁京講師 七宝畫草的方法 還有我們常常用的妙法 這簡單的 第二次的洗米水 跟我們平安府的書聖 要怎麼來使用 請你來跟大家談一談 說到七宝 這是師父傳給我們這些 這個學院地主的 因為七宝的妙用 七宝本身就是 我們這個冠茶片的七宝 那冠茶片現在不能拿的是 你就用火柴火柴 火柴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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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太好拿 現在打火機 不然你就用我們這個 縮材 是 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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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冰安府三張 再來冰安府三張 再來冰草七宝 是 刺了什麼七雷 是 冰草金 茅草根 茅草根 七雷 七雞 鹽七粒 米七粒 我們剛才七雷 是 那這個七雷 你要用的是 就是說 將我們平安府 請我們翁杉洛做加仕 加仕後放的碗 再加這些 其他的落空下去 然後再營養水沖下去 那 要用的是 你就是 穿最好 讓它冷 然後你淋三水 淋三水 然後 配型是怎樣 就是說 先針靠 針靠 再用我們的種子 中載 中載 分開 點七零 七零 沖冰頭到這個 頭到心 這都要點到 對 這個也是 算是用在 沖冰的 抗冠刷 抗冠刷 就是沖冊到了 抗冠刷 這個最厲害 一定要用七步去化解 是 至於這個 日本的清水 就是說 我們 家裡如果要擋土 還是要入廚 就要用日本清水 日本清水 就是定義 我們共用的意思 是公養法界 公養法界 在靈界的 用日本清水 來共用 入廚的時候 就是說 你用日本清水 在裡面 一直放出來 放到我們門口 一直灑淨出來 灑淨出來 這樣 這個意思 是 再來就是說 平安符 我正經 在我們爸爸 在那裡 當年 我用平安符 跟我們的 這個 金鋼紗 對 金鋼紗 七顆的金鋼紗 跟三點的平安符 那麼平安符 放在碗裡 七顆的金鋼紗 放下去之後 再用 營養水 營養水 過離起來 這個 寶特瓶 因為他鑽營 是 交給美方 我們不能 整個拿去 是 所以我就把他過離起來 用這個 寶特瓶 去到 平安的時候 把它擦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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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擦擦擦 把它擦擦擦 把它擦擦擦擦 是 不用幾天 它就出錢出來 就擦擦擦擦擦擦擦 是 所以其實剛剛提到的 這幾個廟伐殊聖 我們的七步 再來就是 我們第二次的洗米水 再來就是我們的平安符 這個平安符 它的廟伐殊聖 是怎麼樣使用呢 平安符 就是說 你可以加在七步裡面 這也是一個 一個方法 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單獨平安符 看下去很嚴重 在 Daar weissance 這樣就是我們的七寶 或者是平安符 或者是我们在一边的水 这样就可以化煞 人就可以出院 而且你身体可以调和改善很多了 甚至整个情况就都改观了 很多信众会说 像这样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个妙法 妙的事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怀疑 但是当你接触到这个妙法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都是非常的殊胜 当然提到这里 我想请问 我们的元经法师 刚刚我们的元经假设 他提到这个金刚砂 这个金刚砂的 这个殊胜因缘的由来 好的 这个金刚砂殊胜的由缘 我们要追溯到 我们现在台中道场 我们要起见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 师父 有要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 都要念大悲咒 大悲咒 来加持这个金刚砂 是 对 因为如果我记忆没有错的话 当时加持这个金刚砂的大悲咒 总共念了一百多万遍的这个大悲咒 所以各位想想他的加持 神火菩萨加持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殊胜 是是是 所以说如果说一般我们金刚砂在使用的时候 然后各位不用太浪费七粒就 七粒就 七粒就 七粒就好 七粒就好 是是 那么这个金刚砂七粒 如果说你有犯到冲砂的问题 或是说有什么人不舒服的 那么你都可以用金刚砂 再加上阴阳水 是 然后合掌面向东求王产老祖师尊 或是说一般的善性大德 如果说你对于王产老祖师尊不是很熟悉 也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承认佛号 或是说你比较熟悉的神火菩萨的圣号 来加持 都非常的有法应 或者是自己信仰的神尊都可以 所以这个金刚砂 我们有把它装成像一个项链一样 一个小罐子装成 里面就已经很多很多了 那当然也有大罐了 可是现在非常的珍贵 因为毕竟还是数量有限 那再来我想请问 因为你就是我们 一金大学的教务处的处长 那这个一金大学初级班 一定都要上两年以上 才升为正期班 前面多久 我们才有一期一期的正期班 跟初级班都毕业了 所以想想看 就是说你身为一个 教务处的处长 那每一年每一年 逐渐在增加我们的这些学员 尤其是海外也越多的地方 都在开课了 所以请你谈谈这种感想 还有呢 谈一谈我们用于利人天 他是书生 好的 我们一金大学学员越来越多 遍布的地方也越来的越广 那么我的感想就是 责任越来越重 担子越来越重 担子越来越重 是 在这里向各位做一个报告 我们一金大学的学员 现在目前有一万多位的学员 有四百多个班级 遍布在于地球之上 是 那么我们就以今年的联合结业典礼的 结业人数来讲 我们今年的结业人数 正期班跟初期班就有三千零二十位 光是结业生 是 那么那一天 我们林聪明 林校长 就是以前我们的前教育部次长 他这样子跟我们开示 他说如果 我们维新圣教这些妙法 可以透过我们所有的学员 一传十 传百 传千 传万的话 那么事实上世界要和平 天下要太平是不困难的 是 我这样子来向各位做一个报告 那么假设我们今年的三千零二十位 结业生 他可以每个人利益一百位就好了 是 那他就可以利益多少人 利益三十多万人 是 如果说透过他的因缘可以利益一千人 那就三百多万人 是 那何况那只是我们今年的结业生 我刚刚有向各位 包括我们的学员总共有一万多位 是 所以说那这一股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说 师傅 在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天下太平 是 那么透过这个法来传遍到世界各地的话 让所有人都得到法医 我想 时间应该不会很久 是 而且会近在眼前 那么 在于海外的部分 海外的部分 现在有 越南 有澳洲 有美国 有加拿大 还有我们中国大陆 是 都有我们的法师 讲师 是 还有我们华人班的学员 在各地接续他们有缘的 在上课 在弘法 是 在普利一些人天 那么相信 在未来不久 在地球上会有更多更多的因缘 会传到世界各地去 就是树 也就是大学 那么树 你要左转得那么大 那么你的根就必须要怎么样 扎得更深 扎得更深 扎得更稳 对 所以说我们 目前在于 义京大学 在中本商下本部 这一边 就是积极地培养人才 包括华人班也是一样 培养了之后 那我们有缘地 就到世界各国去接续他们的流言 去红华力争 没错 那么在于 目前所反映回来的 他们在各地上课 都获得很好很好的一个评语 是 那么基于这一点 那么师父 也都在鼓励我们所有的 华人养贤班的 我们这一些贤士同学们 那么各位 如果你们罚接到了 就不要浪费我们的罚 真的真的 对 所以说必须要去走出去 要去红原 红阳妙法 那么在国外用毅力人天的部分 我以我两个本身的一个例子来讲 虽然我们是在台湾 他们是远在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加拿大 但是用毅它还是在整个虚空之中 还是在地球之上 所以说它是没有分别的 那么我现在在讲的就是 差不多在八年前 那么有一位住在美国的 一位我们台湾的僑民 是 有一天他不知道从哪一个因缘 就打电话刚好到 玉京大写办公室去 刚好就我接了 他就谈到说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 他先生最近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的问题就是说 请你告诉我 我的先生还爱我吗 对啊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电话 我也是非常的错 是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也在美国 是 所以说我们只是什么 聆听 从他的谈话之中 我们得知他得到的是什么情形 然后我再告诉他说 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远洋的电话 远洋的电话 是 应该会很贵 那没关系 你明天什么时候 你再打电话过来 我帮你占卜一下 三个卦 对 那么各位请看 他的出生的那些日 我也不知道 他住的地址我也不知道 是 但是我们透过师父 传给我们的法 透过占卜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观想的 事实上 地球都在我们的心中 是 那么任何一点都离不开 是 那么隔天他就 一样在那个时间点 就打电话过来 我就跟他讲说 这位师姐 你先生还是很爱你的 他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从卦上知道 是 那么我们在卦上知道说 先生有没有在爱我们 就是观鬼窑 有没有来生我们吗 是 那如果说你 要问说你老婆有没有爱你们 你就是 七彩窑 有没有来生你们 是 是 对 我们那个过来就是 观鬼窑 动来相生 而且要忘 至于说现在的什么情形 导致说 沟通不良或是什么 那么 在后续 几次他打电话来了解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工作的问题 他先生工作的问题 是 到过来差不多 隔了差不多四个月以后 他有打电话过来 他说谢谢我们 谢谢老祖师尊 因为 因为他有打电话过来 那我们又跟他讲说 他的先生依然是爱他的 所以说保住他的家庭 是 因为最后他的先生 他工作的事情 圆满解决了之后 他又可以专心的在照顾他们的家 所以还是挂像显示 证实他的先生 还是很爱他的 对 挂是不会骗人的 对 挂是神佛的指示 这是很难得 刚刚我们圆满法师说的 全世界每个角落 每个地球 每个国家 地球里面 都是有我们的维新圣教 这是指日可待的 因为法师的努力 信众 他们对我们妙法的可靠性 信赖 所以说我们推广到整个全世界了 当然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原从法师 我们知道就是说 师父开示我们学院弟子 都是要以谦卑的心来学习妙法 来利益众生 所以其实法师所承担的这个天命 来帮助这些信众 有很多的妙法 所以我想请你来谈一谈 那你也在这个授课的课程当中 用妙法来帮助你的学员 也达到了他们每一个人 很谦卑的心跟心安的境界 那么师父开示 在我们毕经于人生里面 第25月 他有一个第三圈 那么第三圈挂 他又代表他不是 他是积极的 而不是消极的退让 他是积极的有作为 而且这个我们要有存证 是 那么你应该你有存证的话 那你就是说 有实质的存证 那你就做事 就会无往不利 是 那有 那么我们有迁徙的心 那么 但是有时候 我们要是什么 我们有在政内 政府的政 政内或者战略上 我们也都可以用 这个又 又我们用第三圈的迁锡 那么他的力量作为后队 是 那么第三圈的前一卦 他是火天大有 那就是大有收获 是 那么他的后卦 后一卦是雷地域 是 那雷地域他代表喜悦 代表安乐 是 那么师父又在 又在七十二天师里面 他有开示 那师父另外在我们的《易经六十四卦残结》里面 在那个第三圈里面 他有跟我们解释 所以你第三圈 你一旦做了第三圈 发挥到邻里进去的时候 你就没有敌对的人 也就没有敌人 当你没有敌人的时候 你就心如挂 心如挂也无颠倒门想 也没有恐惧 那么就是 你就能够就进那一盘了 所以说当 也师父有曾经开示过 有一个政府官联 那么他在 他也是一个高官 那当他在这 都有很多民意代表 是 一直来要求做什么 做什么 他很怎么样 没有无助 是 后来师父就把他写一个什么 牵则弦 就挂在他办公室后面 是 结果后来一些那名 代表就一历来 我们到外面去讲 对不对 在里面 就是所谓牵则弦 是 因为牵则弦也代表什么 礼让 礼让 代表礼让 是 所以如果我们看师父 师父就是说 我们一直来讲就是说 我们要养贤续才 正名义德 高尚其志 然后天下太平 那也就是说 师父所做的事都是 为国修道立仁天 为民祈福定太平 那么把师父所有的挂 还有所有的清唱 都把我们装到我们的什么 我们帝帕四田 帝帕四田是藏一切法 那依法来执行 那就可以产生一个 利人牵则弦的这个 即使就发挥出来了 是 所以刚刚我们也从法师提到 其实我们就是沾了一个挂项 前挂跟后挂 跟我们也都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上挂跟下挂 也都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其实人与人之间 人与物之间 人与大的宇宙之间 都有直接的关系的 绝对不是只有 我们小小的一个存在而已 很多人说 我还没有进来中门以前 我觉得说 哇 自己是了不得了 没有想到 进来中门以后 开始学修了 到处都是人才 很多人都是深藏不露 真的是一个很学习的一个地方 所以除了妙法 人与人之间的学习 也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在这里我想 就是要请问一下 我们的袁军讲师 我们经常在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 的事好不同 兴趣不同 自己会的事情 也都不一样 所以有人说 人生短短的几十年 一支草都有一点路 但是我们要学习这个用意 利己 利他 我想有很多的心得 请你来分享 说到这个学习疫情 以后我们的运用 运用 是 在我 有一个信徒 没有 算做这个乞科 是 那么他做乞科 是有要请的走力 就是帮他登记 一些资料 或者是拿去公寄给他的这个助理 是 这个助理的是 他如果要请的是 欠的是 他就传真一堆人名给我 人名和他的次生年日 给我 叫我给他看一个更适合 逆境是大学 大学在逆境 为心胜告尊天发祭 那么我就给他沾挂 看哪一个应来生事的 再跟他说 哪一个人算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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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这样子 每次都印证到说 这个人真的很好 是 可是有对 顾头鸡 或是说 这个人很好用 有关情顾熬 对 对 他会跟他比较相应 是 所以 所以我们 不知道人跟人的缘分 是 你用他的 你知道我们跟他的缘分是什么 是 我听说 现在已经是 去世的王永庆 这位我们的商业巨子 他在所应的一些高阶主管 真的也都是经过筛选的 而且还要经过张卦 或者是用某些方式 来了解他想要的高阶主管 他的心性 他的一切是不是对公司有帮助 对 这个 你可以 两个人之间的 老板跟员工之间的这个缘分 你不晓得 是 那你有这个 簪卦里面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对你怎么样 适应 看适应之间的关系 是 所以很多公司要欠人 不是欠人 男的长得帅 女的长得漂亮就好了 现在真的是 在所有的企业界 都是升金百战的 而且面临每天 都是非常的竞争 如果你没有好好 选一个人选的话 有可能你算的就是花瓶而已 有可能就是一个秀花枕头而已 完全不能打仗嘛 这对公司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用意 还可以挑到你要的人选 不是只有电脑已经逃到而已 我们易经也会挑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当然 现在我们的师傅在跟我们开始说 我昨天看到了我们的师傅混缘 禅师的开释录里面有一句话 我很感动 我来跟这里跟大家分享 从天上来看人间的话 其实我们人在世间在修行 我们在世间修行一年 在天上就是要修行一百年 所以我听说有很多仙佛 都很想倒架此行 来我们世间修行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所以人生难得 短短的几十年 这一次不修要等待何事呢 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 不知道 所以要多修 那当然在这里的元旧法师 我们想说 很多人因为现在生活比较富裕 又比较文明 大家就想要自己有一个 人生的品味 甚至你可能挑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一文明 你就会想到复古 所以有很多人就去找一些 古董店去买一些佛像 像我昨天访问的时候 有一位师姐说 她看了都快要昏倒了 那个人爱佛像爱到什么程度 她家里一楼二楼三楼 大概有一百尊的佛像 所以她去挑佛像 然后或者是浴室或者一些古物 披使者来很多不安跟麻烦 那要怎么样化煞 有些人说把她放生了 来明则保生 怎么做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先要来了解 为什么有一些佛像 古物 浴室 为什么我们带来了之后 跟了我们之后 我们取得了它之后 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安 是 为什么 因为师父曾经开示 现在很多的佛像 有些是狭盗拿过来的 就是不是正当的途径过来的 是 还有这些古物是从哪里来的 是盗墓过来的 那这些盗墓过来的 你就对不起那个王者 对不对 那么这个我再回来 来反映到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上面 在我们的习俗上 我们一些长辈或是亲人 往生了之后 那么我们某些习俗 就会给这些王者一些陪葬物 那么这些陪葬物 我们就会跟这些王者 讲说某某人 那给你什么东西 给你当陪葬 你就好好地看顾他 那么这一点是最不好的一个法 因为师父开示我们 我们一个人的躯体 既然因缘具足圆满了 要抛掉的时候 那我们剩下的就是最宝贵的灵性 那么这个灵性 你就要让他能够到 往生佛世界光明的世界去 那我们一般的人不知道 说你要把他好好顾好 要他接在那裡 为了要顾这些东西 走不开架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的这个法 我们就不要再犯了 我们有亲人往生 你给他的陪葬物 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能够给他的 就是说虚体已经圆满了 那么你的灵性一定要随佛 往生到光明的世界去 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去 这样才能够怎么样 确保他不再墜落地义 那么如果说这些古物 你拿了之后 他也是顾着啊 他也是跟着你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师父 就有开示过好几个例子 曾经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某一个人 去台中港那边 买了很喜欢的义 结果从台中港回到台中过来 就连续被开了两三张的发单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在开车的时候 好像不是他开的 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是是 然后就去找食物 食物了解的时候说 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才讲 我去哪里买了什么古玉啦 或是什么古物啦 所以说我在这边 借着这一个话题 也呼吁我们大家 如果说你喜欢古物的话 去买的 各位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是 是 还有佛像也是一样 它的来源是什么 是 那么如果你不了解来源 而你又很喜欢的话 那么食物有传法 你可以用什么 用 拿去太阳光 然后三天三夜跟荡漏醉 荡漏醉 蘸法与甘露 是 然后第三天再用红布把它包起来 请进来家里面 是 那就会比较妥当 是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你有遇到寺庙再办法会 像我们先佛寺水路法会的时候 有一个供上堂跟供下堂 是 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一些古物啦 玉器啦 你把它装好之后 带到法会的现场来供佛 供菩萨 是 佛菩萨加持之后 那你这些东西 就会比较 平安一点 平安一点 是 所以就是一样 就我们人间的法 你若是去买到柴子的东西 这个一样是同罪啦 因为你买了账物嘛 所以如果说是盗墓来的这些浴室的话 这个拥有者虽然已经往生了 但是他的灵还在 他是心不甘情不愿 当然跟着你走开了罚单嘛 真的是太有趣了 不过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原宗法师 原宗法师 原宗法师我们知道 这个风水跟我们五官的感应 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这个五官感应 到底是有什么心法的关系 再来用什么妙法来调和呢 那十五也在我们《易经与人生》里面 有跟我们讲 先天大道体弦弦 五行五卓在其中 那人士的妙中道 自有自在大小雅 它是空间 那么后天呢 后天呢 后天呢 后天这个法就要善妙用 那么做人处事必无悔 时时心存慈悲愿 先天后天就没有分了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的五官就是代表眼而鼻水而生 那么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说 我去看 结果他就是 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改玄关 那么他因为他的门向刚好是铅鼻水 铅鼻水我说 那你改一个玄关 90度的玄关 那我说 改90度玄关要多少 他说 后来请人量 差不多请估价 两三万而已 两三万 他就说 他妈妈说麻烦 就没改 没改没多久 他妈妈有人身体不舒服到医院 是 结果那时候再流行什么 那什么有酒 有 15万 補有酒 对 结果妈妈说 所增上只有8万还不够 结果把那个又带到家里来 是 7万60给他 那没多久的也是他的儿子 也是我学生 阿弥陀佛 把房子去带了 花了两三百万 是 那么就是因为一个没有改玄关 那就把整个这个钱花得太多了 是 那文师也开始 我们就是刚才讲的题 门一千金 是 所以这个门里面要用材跟本 是 用材跟本 是 那么加上那个我们的那个九天弦里的九宫 那么看起来 然后看能不能把他的望位在哪里 是 用这样去改 是 有的如果不能改 有的如果不能改 他看到怎么样 那个花怎么去炒 是 但是还是一张卦 没错 还是一张卦没准 是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 其实三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改个玄关 花一点钱 家里可以保平安 万一就是说 智慧不够 因缘不具足的时候 你可能要赔更多 那就是这个例子 所以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五官 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鼻子闻到的 嘴巴尝到的 你的感受 眼耳鼻舌声 这个五官 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绝对那不是一个好的风水 但是在这里 那云君讲师 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家里门前 我们刚有提到这个火星 朱雀 还有其他的东西 壁刀可能都会影响到人 但是如果门前有乱石的时候 它跟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 谈到乱石 有前面是围墙 围墙下面的乱石 或者是前面的没有围墙 还是乱石堆这样子 有分的吗 效果是一样 但是 就是比较容易感冒 气管炎 或者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比较容易惊恐 会怕疲惊 睡不下的臉 睡不下的臉 有阴影才会在这里 是 再来就是 肚子里面会生卵瘤 生的两瘤 软潮流这些的东西 就是整圆整圆 整圆整圆 男女都一样 对 还有就是眼睛容易失明 眼睛会痴迷 像我们家的头前 有这么乱的脚头 有的没的这样 是啊 影响到我们的眼睛 对 眼光 你的眼光的关系 是 前面乱石的话 会造成这个现象 是 那要怎么办呢 很快清除 很快清除 清除 最好的方法是清除 如果不是 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 不是自家的 还是说 某人的 你无法处理 不然你把它盖起 用布袍去盖起就好 去盖起 还是我们自己里面 那个玄关改一下 是 还是眼不见为近 改玄关 不看到就好 是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 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情 尤其提到这个门前的乱石 我们的老祖师尊有开示 他说家中门前黄金粒 看似无事并非喜 若是家中有幼儿 警方多病多感冒 就像跟你说的一样 老祖就是一语已经道破了 你说我们太赶进了 尊敬老祖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门前的乱石 也不是一个好现象 不过我想就是刚刚提到了 很多这个法服 提到了学员用法服来化煞 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入中门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 每一位学员只要是你入了学籍以后 就开始量法服 然后这个法服就是在 让我们穿起很自在很安心 那我想请问一下原警法师 就是说每位学员正式入籍的时候 那这个法服上课 法服的代表是什么 那这个妙用的书生 好的 因为法服事实上它是一个信物 陈主刚刚主持人跟原金讲师在讲 我们皇上老祖师尊真的非常的慈悲 就是因为他的慈悲 所以说他要给我们所有益金大学的学员 来穿这套法服 而且是灰色的 灰色的包容性是最大的 同时他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 我们的心要能够包容万物嘛 就像老祖先妙用真经这样子开示我们 心广如大海 是 清酌之流皆能容纳 是 信阔如太空 旋转之心尽得挂玄 所以说法服不仅是一个信物 同时在提醒我们包容性的重要 是 那么法服他的妙用在于 如果我们有家人亲人或是自己 如果有遇到什么样不属的情况 是 在生病啊住院啊 那么我们的法服 你就可以盖在这一个患者的身上 是 他可以仰仗老祖师尊的威德利 是 帮他加持 让他平安 是 我们有很多贤士同修他做生意 他去跟客户谈生意的时候 也是一样法服穿着去 去谈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是 这就是说法服不只是一个信物 他隆天护法都怎么样 在护佑的我们 在加持的我们 是 是 所以说刚刚原先法师提到 那法服是最有包容性的 如果以色彩学来讲 我们分为冷色系跟暖色系 而这个灰色真的就是中间色 因为不管女士穿什么颜色设计的衣服 它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勇于利人天 我们很高兴请到我们三位法师 也谢谢你们贡献出这段时间 二三十年跟师父学修的智慧 谢谢你们感恩 阿弥陀佛祝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收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